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看两盆我五周前千叉的植物 先看这一盆吧 这一盆是Passion Flower,热情花 这一盆是我今年千叉的第二盆热情花 第一盆是三个月前千叉的 已经种到地上了 希望能够成活 我就想试一下看是不是能成活 那这一盆是五周前 好像是八月三十号左右千叉的 八月底对千叉来说 并不是最佳时节 早就过了 春天其实是最好的时候 但是有些植物生长力真的是太旺盛了 完全不受影响 现在整整五周 我千叉下去的热情花 都是剪得很小很短的枝条 百分之百成活 长得快的已经有差不多二尺长了 而且呢 给你看一下这个盆 这个盆呢很高 从盆底可以看到根 你说它长得有多好吧 另外在五周前我种到地里去的那颗热情花呢 已经现在爬得差不多两米高了 就长得这么快 真的是很神奇 希望能够过冬 那眼前这一盆呢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冬天是把它放在室内有光照的地方呢 还是把它剪秃呢 放到车库里 再过些日子呢 我再决定 旁边这一株呢 是飘香藤 这株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家都认为是飘香藤的那一种 旁边呢 是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我说它是飘香藤 但是有人对我说呢 它叫红蝉花 其实呢 是一个类型的 这株呢 前一阵子摔下去 摔得很厉害 摔断很多枝条 我把它放回到盆里呢 还是活得很好 生命力真的是太旺盛了 花也开得不断 虽然它不开花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看的 假如这盆冬天车库有地方的话呢 我可能会把它剪光 然后呢 放到车库里试一下 这两盆 我把它放在一起了 现在 仔细看呢 还是区别蛮大的 这颗 红蝉花呢 它的叶子呢 是光的 稍微小一些 完全呢 是光的 那这树飘香藤呢 那这树飘香藤呢 它的叶子呢 整个页面页背呢 上面有细细的绒毛 摸起来呢 是绒绒的 在 镜头前呢 看不清楚 但是它是绒的 花呢 也有区别 飘香藤的花呢 是圆的 这树红蝉花的 它的花呢 是尖头的 说起花呢 好看 我觉得还是这个红蝉花 好看 这树呢 也是在五周前 八月底呢 扦插的 非常非常短的枝条 你看都长了一截出来 这个呢 我是扦插了五枝 从朋友那里剪了一枝 剪成五截 种下去 那其中的一截呢 当时就 两三天之后呢 就发黑了 把它丢掉 那现在呢 有四截 都活得很好 而且呢 全部都开始长新叶子了 这盆同样 我也不确定 冬天该怎么处理 是把它放在室内呢 还是把它丢在车库里呢 先不去管它冬天怎么过吧 我只是今天呢 想给大家看一下 它们扦插起来呢 有多么容易 我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工作 没有任何辅助的条件 就是普通的盆栽土 加了一点 perlite 珍珠盐 浇湿以后呢 把这些 要扦插的部分呢 插到土里面 插到土里面呢 就放到我这个 deck的下面 它有 很明亮的光照 但是呢 没有直射阳光 五周 而且呢 是在天气 比较冷的状态下 都能长得这么大 这么好了 所以呢 假如你对什么植物 有兴趣的话呢 明年开春的时候呢 不妨尝试一下 春天呢 是最佳季节 我估计像这两种植物呢 三周就能长根了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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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